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是奇迹啊 昏迷十五年都能醒来 昏迷期间 由于药物治疗导致激素失调 病态性发肤 成这样也是奇迹 两个奇迹同时发生 家属要扛得住啊 别怕 爸爸在这儿 你怎么那么老了 镜子里的胖子是谁啊 幸好你每天坚持给他做全身按摩 肌肉萎缩情况呢 还不是很严重 应该可以恢复正常活动 但目前最棘手的问题是 他的心智和认知啊 还停留在十三岁 出演以后啊 家人对他的心理疏导很重 要让他任情现实 融入社会 胡大夫啊 肯定能够见见康康地醒过来 还长得那么喜庆 那么福气 那是我赚到了 我们春夏 马上就能好起来的 我爸觉得 只要青督新闻前看电视 这穿越的十五年 很快就能找回来 您先走 您先走 回来了 回来了 但他不明白 那个跳着天鹅湖的黎春夏 永远找不回来了 永远找不回来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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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隽啊 这闺女回来啊 是好事 但是 别走 我尝一遍 这些年 你为你闺女治病 借了多少钱 夫人 我借钱的钱 下个月一发工资就还给你 我说这个了吗 我说的是春夏 得早点游入社会不是 我原理啊 要搞个马戏团 正招生呢 那看 那我春夏去试试 你好好考虑考虑啊 爸 我们什么时候去看阿童木啊 阿童木得病 死了 快看 他没给我傻子 他好像在这坏啊 我打出大象怪咯 大象怪 大象怪 丑八怪 大象怪 丑八怪 大象怪 丑八怪 救命 救命 快来人救救我 快来人救救我 我从没信过沈 但那一天 沈好像真的站在我们家门口 要是吗 是不的 她算是不得行 往上走 我懂得行 不要人家门口 去咱俩 都要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